太上洞渊慈温神奏妙经 以时原始天砖 与诸大众于上阳宫内敷衍教法 时有洞渊天砖 上白原始天砖 舍见下界生文 尽染瘟疫之责 四肢状热 手足酸腾 头痛眼花 五臟盛热 炳如针刺 不能吃食 如何够了 事事原始天砖弱 皆是下界生文 处居人世 不敬三宝 苛天骂地 全无敬仰 心行潜曲 为非造罪 致令此质所伤 凡为人民 身强力建 身强力建 不知违向 出入往来 并无被毁 盖是五帝使者 奉天扶文 跌行于诸般之质 凡人之所为 是在报书 遂行其读 若人吸着 变成此质 变成此质 如有男子女人 家掩此患 宜令合家 断绝五身 低声下气 柔软身心 欢喜慈吻 礼借慈显 智立香惟 请度认真 于家建立道场 焚香转重妙经 依教礼借 开于道位 此诗切齋言香灯 如发请于天父 十二年行病神王 五帝使者 七十二后圣者 二十四弃圣众 行温大判官 表约主事 行诸阳牛马瘟疫使者 驱灾使者 励毒使者 地分神王 后土舍令 各领报仲 驱降道场 大道之处 解此独立 移转此经 一时让诫 若凡人系在报书 仍需勾销 放赦咒文 今有弟子某 归依头狠 拜咒诚心 莫为流难 改死重生 于是 圣者见此礼祭 修温涉毒 故不流行 事时 原始天尊 乃为重药 太上立科教 敬信除灾殃 瘟疫流毒害 文善化吉祥 贵意念三宝 家门禅吉祥 若能转此经 鬼祸式潜藏 事时 动渊天尊 并诸大众 文此圣言 各各欢喜 作礼而退 信秀奉行 大家喜欢的话 欢迎你订阅 点赞 转发分享 以及留言 多谢大家